因為睡覺的時間 你看如果你睡六個小時 就是你每天你人生當中 四分之一在睡覺 你睡八個小時 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睡覺 這跟我們的枕頭 各方面都很有關係 怎麼挑 其實我們睡覺 是要修復我們頸椎的 可是如果睡錯枕頭的話 問題就很大 像這樣子的枕頭就很高 所以這叫高枕有油 所以你會這樣子睡 連呼吸都不順 可是就覺得這樣很軟 對 可是它其實會沒有 破壞了我們頸椎的曲線 你等於是低著頭在睡覺 你看我像這樣對不對 可是我起來是這樣子 雙倍呼吸道 而且當頸椎會變得過直 所以這對韌帶也很好 對 所以這個是不要的 但是很多人會用這一種 有人體工學曲線的這種弧度 這邊有個弧度 但是有個問題 它第一個 它養睡的時候可能沒支撐 更重要的是我養睡或許還可以 但是我的肩膀很寬 我一側睡的時候就會變這樣 所以而且這個動作 是會讓肩膀有擠壓 因為你很容易側爬睡 你要配應這個樣子的高度 就會變成這樣就爬過來 所以像這個姿勢 就是一種怪模怪樣的睡姿 而且肩膀會受傷 所以一個好的枕頭 我們應該要有養睡區跟測睡區 要分開 所以養睡區需要滿足肩膀的寬度 側睡區要滿足肩膀的寬度 養睡區要有支撐 如果你家的枕頭是這種枕頭 怎麼辦呢 建議你直接把梳本塞進去 你就可以塞得比較高 所以你可以分兩區 在兩邊塞高 這樣子你養睡的時候 我養睡OK 可是我側睡 我可以到比較高的位置 會對脖子比較好 可是缺點就是說 他難免蘇本起床的時候 跑來跑去 而且它也無法滿足我們一個問題 就是說養睡的支撐 所以我今天就帶了這一個模型過來 這就是我們一個枕頭的底部的形狀 在這個模型裡面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們養睡區 頸部需要支撐的地方 因此我在這個旋鈕 如果我透過這個旋轉 這個地方會慢慢的 支撐起來了 突起來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能夠接受的弧度不一樣 頸椎過直的人可能沒辦法那麼凸 它就可以降低一點點 然後慢慢來增加它該有的 回到原本該有的曲線 所以可以去調整到 最適合自己的就對了 對 自己的高度 所以我們希望一個好的枕頭 表面是軟的 像我們這樣的枕頭是軟的 可是它其實是不夠支撐的 所以底部如果有一個支撐就很好 更重要是我們側睡的肩膀寬度不同 像這個模型我也可以展示 在我放下來的時候 我去轉動它兩側會慢慢升高 兩側會升高 我看到了 你看在靠近床鋪那裡有沒有 那個地方是升高的 所以具體來講我這樣講 我理想中的枕頭是這樣 它必須能夠滿足養睡跟側睡的需求 所以第一個養睡區跟側睡區要分開 所以你養睡就在養睡區 側睡在側睡區 而且要分開獨立可以調整 比如說我在養睡的時候 這樣子我把我右邊的旋鈕旋到底 我其實可以摸得到裡面有一個弧度 而且我可以適當去調整我要的支撐感 所以這叫軟接觸 裡面有硬的彈性的支撐 而我的肩膀這麼寬 以這顆枕頭它會不夠我的支撐 它還是會讓我拉下去 所以對我來講 我需要的就是一個更寬一點的枕頭的高度 所以我透過這樣大家可以看 我在轉的時候 它兩邊就慢慢的升高了 有鼓起來了 對 所以當我要調到 因為我的肩寬是一般人都 我這比一般人還要寬 所以我養睡區比較低 側睡區會比較高 因此我每個人在睡覺的時候 你要找到說我養睡的時候 額頭下巴是層水平位 或者額頭略高一點點大概5度 因為你如果太多會擠壓呼吸 後仰會口呼吸 大概這個角度你不容易髒口呼吸 第二個養睡區睡得很好 你要深呼吸感覺不錯之後來到側睡區 你要屁股一扭之後 身體要拉出去 讓你的脖子能夠得到支撐之外 肩膀也能夠很舒壓 所以對比這樣的姿勢 跟我枕頭不夠高的姿勢 在養睡區我就可能會太低 所以一定要在夠高的地方做側睡 是 然後呼吸也必須很順暢 這才能夠很好的保護頸椎 也就是結論就是說 我們很重視的是頸椎 它有一個生理的曲線 那麼頸椎的生理曲線 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枕頭太高 它會變成反折 對不對 枕頭太低容易髒口呼吸 會容易打寒 所以適當在額頭下巴水平線 或者額頭略高一點點 那是可以的 那側睡的時候 千萬不要去擠壓肩膀 因為肩膀跟脖子是相關聯的 肩膀受傷害 頸椎也會不健康 好 所以枕頭很重要 跟我們的頸椎 還有肩膀這邊都是有關的 尤其大家長期的肩頸痠痛 如果沒有選好的 恐怕問題會非常大